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场地里试驾我旁边的台BZ4X 在聊动态感受之前我们先来去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台车 BZ4X是丰田BZ系列的首款车型 在国内会由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两家来进行国产 在我旁边的则是一汽丰田的一个版本 它的定位是一台中型的SUV 也是出自一天街架构的一个纯电车型 它的定价是从17.98万到28.48万元 考虑上中型SUV的一个定位 包括说作为一个丰田品牌的一个加持 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相对很合理的 并没有很高高在上的感觉 相对来说我觉得一汽丰田还是想在销量上 做出一定的突破的 所以说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 今天的场地里我们有小的赛道 也有越野的轿距 来去具体的看一看这台BZ4X动态感受究竟如何 好我们现在是把这台BZ4X开到了一个小的赛道里 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它在整个比较激烈驾驶情况下的驾驶感受 首先我们这次的场地 它本身是一个偏向于卡丁车的场地 所以说它的其实路面的宽度并不是特别宽 这对于一台SUV车型来说 其实会增加它在这种小赛道里的驾驶难度 因为毕竟在转弯的时候它可以施展的空间会更小一些 对于车辆的侧型你其实感知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当然速度也并不会放的特别快 那在这个过程中这台BZ4X很明显的感受 就是它的整个底盘的这种规整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开起来真的完全不像一台很臃肿的SUV车型 因为毕竟它的轴距是不短的 已经超过了2800毫米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整个车头的响应 包括整个车尾的一个随动和灵活性 依旧能够做到一个游刃有余的状态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在这种小的赛道里 尽管连续的腾转挪移 可能我们感觉这种人车合一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 今天其实整个路面 因为毕竟是在赛道里 整个路面的状况是非常非常好的 才是比较期待说把这台车开到市区道路上 因为确实这样的一个动态响应 也是决定了这台车的悬挂相对 我感觉还是会偏硬一些的 那是否会影响它的舒适性 这里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点 就是在于这台车的一个转向的手感 整个方向盘其实会比我感知 或者说会比我视觉里看起来 握持感觉要更加的小巧一些 那整个转向的力度 会比常规的这些电动车型 要来的稍微偏重一点 这样一种感受 就为它再来了非常扎实的一个转向手感 加上这种小的盘径的方向盘 握持起来 开起来还是挺有乐趣的 那其次就是在动力性能 我们也是有这种极加速的测试 相对来说 因为它的参数我们可以看到 并不是做的特别的突出 所以说其实它在动力方面 我觉得是保证了一个绝对很线性的动力输出 并不像其他的电动车品牌 做的非常的突兀的感觉 然后以保证了整个动力性 有一定的保证 同时还能够去兼顾一定的舒适性 所以总体来讲 我觉得这台BZ4X 它作为一个电动化的SUV车型 在今天这种赛道体验来没来讲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 因为它确实是开起来很灵活 动态很线性 底盘很扎实 但具体到底够不够舒适 咱们留到以后的开放道路实驾 来给它做解答 在赛道体验完了之后 我们又在后面的场地里 其实它设置了非常多的这种 偏向越野化的轿距 来去体验一下这台BZ4X的越野性能 因为这一次这台车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在于它的四驱系统 是和斯巴鲁一起来合作 打造的一个系统 XMODE 这个系统在我们实际的一个体验过程中来讲 在电动车领域确实是表现不俗的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这里有很多这种脱困的道具 包括交叉轴 包括这种侧坡 它都是能够比较轻易的去完成的 尤其是在后面的滑轮组的时候 我特意去试了 就是让它三个车轮都形成空转的一个情况下 只有左后轮有附着力的情况下 当我把XMODE选到泥泞路段雪地的时候 其实它就能够比较轻易的脱困 而且这台车还有一个功能做的非常好 就是它配备的如行模式 它的如行模式是可以调节速度的 在10公里每小时以内的一个范围内 可以去自由的调节 根据你调节的速度 它能够去更加精细的判断 目前车辆哪个车轮在空转 包括车辆的一个行驶的工况 从而来去调节它的更加线性 更加精密的一个动力输出 让整台车会有一个更好的脱困性能 这一点对于比较极限的路况情况下 或者说对于新手朋友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能够让我们很轻松的就驾驶这台车 通过一些普查的路况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今天的整个场地试驾里 这台BJ4X像我们所表示出来的机械素质 还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作为一台电动车型 它的操控力包括整个越野能力 都是比较出众的 这一点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尤其是放在它20万多元价位内 和其他的竞品车型相比 我觉得它的机械方面的表现 是有着一定优势的 而其次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丰田的产品 我们之所以喜欢它 是因为它在长时间使用下来 所体现出来的价值 它的稳定性耐用性 包括它的保值率都是非常棒的 即使到了电动化的时代 这台BJ4X 其实它有一点是值得一提的 就是它的电池系统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 这种电动车在长时间使用下来 电池的衰减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甚至换电池可能会成本很高 因此这台BJ4X 它的设计之初 就考虑到了电池衰减的问题 因此他们是努力的 想在10年的使用寿命之内 把电池衰减 做到10%以内 以让用户更加的安心一些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即使到了如今的电动化时代 丰田依旧是为我们展现出来了 它的机械功底 依旧是让我们拥有一个 比较靠谱稳定的用车感受 这一点我觉得是这台BJ4X最大的魅力所在 但是我们来到最后面看看 我们来就有一个 我们来补谱的材料 我们来讲看 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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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